北京最近出现亚洲第一大型冲气蛤蟆 引发民众联想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有评论分析江泽民就像冲气蛤蟆 轻轻一捅就破 落马是迟早问题 大陆官媒声称这是一只负心蝉 但是人们看到他不约而同的联想到江蛤蟆三个字 人们在短信上纷纷议论 人们一直都这么说嘛 一直都是这种暗喻吧 但是千年蛤蟆这个东西还真是功力比较深厚 但是我这个一元团公园这个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清楚是松刺呢还是吹捧呢 真是有点说不清楚 北京商人宋再明表示 在中国首都北京突然出现这么大一只蛤蟆 而且还是亚洲最大的蛤蟆 它的模样跟江泽民的形象很契合 这只充气蛤蟆如果放在天安门更有意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江蛤蟆这个绰号在大陆被广为流传 而江泽民跟赖蛤蟆之间的渊源也在他出访国外的时候多次神秘显现 2002年4月初因迫害法轮功被国际社会广泛谴责而焦头烂额的江泽民出访德国 在将到达德国的前两天 德国的各个火车站刹那间出现了大蛤蟆广告化 上标题为往上瞧 两个蛤蟆一边站一个 侧过头向上看 而一个白度大蛤蟆头戴皇冠出来了 下标题为大的出来了 2002年6月13号江泽民去冰岛访问 又是在到达的前两天 冰岛最大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只大赖蛤蟆照片 当年10月底江泽民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中领馆旁边的一家餐厅也是以大蛤蟆作为标志 随着江泽民在人间走向颓势 动物界的蛤蟆也开始走向灭绝 据美联社2006年2月11号报道 生活在美国国家公园中的蛤蟆正以飞快的速度灭亡 原因是85%的蛤蟆都被感染了一种致命而神秘的真菌 而同年在德国汉堡则发生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 上千只残除的身体在一瞬间像吹气球一样鼓胀 然后爆裂死亡 此外在大陆近些年在多地很多蛤蟆也都奇异的死亡 有评论文章说江洛马已是时间问题 当此之际北京立起了充气的大蛤蟆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江泽民现在是色力内忍 貌似巨大 里边只是虚气 只需轻轻一捅 获来一阵狂风奏语 即可完蛋 新唐人记者 秦雪李志远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 新唐人记者